大家好,我是有上捷 在节目开始前我想要感谢大家的陪伴 让我们度过了精彩又充实的一年 然后我特别在这边感谢有加入订阅式赞助的听众们 你们的心意我都有感受到 而且有转化成制作节目的动力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不管是新听众或是旧听众 我都希望可以诚挚地邀请大家 到 FB 或是 IG 搜寻解锁地球来追踪我们 同时如果你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 或是你手边就有苹果的装置的话 可以打开 Apple Podcast 的 App 在里面留下五颗星 除了留下五颗星之外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下你对节目的看法 或是对特定单集的评论 我看到的话都会截图 然后放在 IG 的限动上面 而且回复给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众留言的回复 或是看到节目相关的照片 以及譬如说来宾的真相之类的 都千万不要忘记追踪接受我地球的 IG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有上杰 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 干科医师陈立元医师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从一个听众到变成节目的来宾你觉得 非常的紧张 我们那些医院打给我的时候我想说 啊 这东西推掉就好 可是真的假的 居然是 啊 居然是解锁地球 是我有在听的节目 好吧 那就 哇 想说自己来 自己有在听的节目 就去看看好了 干里面都来做什么 居然是卖我一个面子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找到陈立元医师来 节目上分享 其实就是史瓦地尼的医疗团 对 那其实我们在 应该是 哇 跨一年前了 我们就讲过史瓦地尼 是 当时是 纯粹以一个背包客 旅行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 那他看的角度 就是他在那边当地的体验啊 然后风土民情 跟他所见所闻 那我们今天切入的角度 应该是稍微不一样 对不对 嗯 非常不一样 嗯 这次要切入的方向 是会着重在 我们台北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的医疗团 在在地的服务 而且你 你当时是亲身参与 对不对 是 对 那所以今天就会讲很多 就是你当初在那边 工作跟所见所闻的过程 这样子 不过回到最开始啊 就是台北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的医疗团 你那时候去是哪一年去的 我会去的话 那一开始 这个机缘还是先从疫情嘛 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2000年疫情刚起来的时候 对于这个疾病 到底它的死亡率啦 传染方式怎么样 其实都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当然在疫情初期 台湾的防疫表现在国际上 当然大家都给予肯定 所以再加上非洲有帮 他们缺少这样 因为我们有2003年SARS经验 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他们对这种大规模传染病的 整个预防 比较没有经验 所以2000年那时候 请我们先过去的时候 就是帮他们筹划 他们的方舱医院 他们的动线规划 主要是在这方面 所以当初就是因为2020年的疫情开始之后 所以你才随着这个医疗团到斯瓦地尼现场 一开始是先派了五个人 当做一个短期的教学团 就是主要就是我刚刚提到 抽射他们的方舱医院 他们的专责医院 还有医护人员的训练 呼吸器这些 对 那那次两个月之后就回来了 那但是因为当地还是觉得 我们的表现还算不错 让过 所以后来就续约 没有啦 不是就是在 当地卫生部觉得 对他们的帮助 帮助还不错 所以就有在征询说 有没有兴趣想要常住 对 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到处跑 那本身就喜欢到处去玩 所以 出国的唯一机会就看这一趟 没错 可是北伊的医疗团 在斯瓦地尼应该不是因为疫情才出现的吧 其实回顾起来 我们医疗团在当地是从2009年就开始了 所以对到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2009年 那到现在来说已经13 14年 其实真的蛮久的 对对 那一刚一时当然是单纯的医疗团过去了 那在医疗团之后 后来又成立了教学团 对那医疗团当然顾名思义 主要就是在医疗的业务 那教学团的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在训练他们自己当地的医学生 能够不只是参加考试然后通过 并且要能够留得下来 所以等于说北伊的医疗团在斯瓦地尼 算是可以说有两大任务 一个任务就是等于说协助他们 建立起更完善的医疗环境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从比较根本的地方 用教育的角度去辅导他们当地的医学生 不只通过国考 而且还可以就是变成一个 在医院可以独当一面的医师这样子 是啊我们都说 不是只给他鱼吗 不是不是只给他鱼 要给他鱼竿让他会自己钓鱼 对 所以那时候刚过去的时候 就是先从基本的医疗 大部分他们当时还是以外伤科居多 那那科部分像在心脏科 像我自己本身感染科是在比较晚 那在教学方面的话 我刚刚提过 除了帮助他们通过训练 还要帮助他们的人留下来 因为你知道他们就在南非旁边 所以很多学生 好不容易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把他帮助他考试考过了 然后他马上就跑到南非 可以想象 因为毕竟南非在整个南部非洲 它是经济相对比周边国家发达非常多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要 坦白说就是你要想要追求更好的环境 薪资还有生活品质的话 可能大家人才都会被挤到南非去这样 对啊 所以就是需要跟他们的卫生部争取资源 当然在薪资方面 然后当然薪资是一个啦 那确实他们国内没有那么多的医院 可以收治住院医师 对 所以这部分 那我们就要跟卫生部去讨论他们 哪些医院可以有收治的源额 可以训练住院医师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 其实工作范围还蛮广的 就以我过去那个出现的想象 赶快起来就是 这种医疗团到当地之后 赶快起来就是说 单纯做疫诊 然后可能说 大家想看病也可以来看 趁这个下这个机会 可是这样听起来 北医的医疗团在史瓦地里当地 就像刚刚讲的 不是只有给鱼 而且还要给鱼干 就从根源的地方去解决 他们医学生 从医学生这个很前端的地方开始着手 这样子 我曾经一开始 我也以为单纯的就是去看病而已 结果被骗了 我们两个团基本上是独立作业 但是彼此会互相支援 有时候我们会去他们那边上课 他们医生也会来支援我们的门诊 所以虽然是独立作业 但是两个都会互相支援 那因为我自己主要是在医疗团 所以基本上 临床工作还是主要为主 那教学部分是 等于我们都自己协助的角色 对那不过确实两边都会需要参与 那所以说医疗团 如果是医疗这个层面的话 等于说你们会在当地的医院提供一些门诊的服务 然后在地的病人如果来看的话 就可以看你们的门诊这样吗 当地的医院的话 他们有类似像我们一样的健保制度 所以如果民众他一般的就诊的话 像我们在当地就是史国的首都巴巴尼 那有一间就是他们当地最大的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史国的台大医院吧 对OK 那基本上我们的住点就在那边 所以每个人都有在那边就是 不管神经外科骨科 那我自己跟眼科都在那边开设门诊 那当然除了一般的一般民众的就诊需求之外的话 其他常会多的一些额外的 比如说我们自己当地的驻地侨豹 其实还蛮多的 真的 因为毕竟是邦交国 是 然后还最难搞定的 所以我常会就是一些那个王室的成员 王室成员是你也算是你们的常客这样吗 那王室成员他们当然不会真的到那个就是到我们使径医院 大概都是我们要到到王宫里面去 居家医疗 真的是皇宫 那难得的机会 就是如果不是参与这个医疗团的话 你怎么可能会进到史法定尼的王宫 对不要说史法定尼 而且还是可以进到皇宫 对而且还是当做一个被迎接的贵宾进去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啦 毕竟他们对台湾当地的医疗是相当信任 我觉得不止这样吧 他们总觉得外地来的和尚会念经 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包含他们不止他们医生要看国外的 他们厨师也要国外的 厨师也要国外 对啊 他们我知道国王有三班的厨师 然后好像几乎一般 一般好像说是亚洲人 然后英国人 反正 哇一三五吃亚洲菜 二四六吃英国菜的概念 哎呀贫穷就限制我们的想象 对没错 哇那等于说你们在那边服务 除了一般民众之外 还要同时服务皇室的成员 嗯还有侨胞 嗯还有侨胞 对 这个这个业务范围 或者说这个病患的基数真的蛮大的 病患基数大 这倒还好 如果你跟台湾的平均 如果跟台湾比起来 倒不算 不过那在当地比较大的困难 就是很多东西都缺吧 就硬体软体药品部分 很多东西还是要请台北这边送过来啦 所以对 北一这边给我们的支援 算是相当的相当的及时啦 我们随时需要什么 呃呼吸器啦 药品什么的 对 那现在DHS 大概你今天发货两周之内就可以到了 所以还蛮及时的 哇这么神速啊 到史瓦地尼 感觉起来就是交通还蛮漫长的 不过当然那是在疫情之前啦 疫情之后你也知道 那个长龙卡个货轮就可以了 也是 现在应该全球的这个货运都是 嗯 对啊 大乱这样子 可是这样的话 你在史瓦地尼在地 就是看门诊 跟你在台湾看 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哦 差很多 差很多 我可以想象 因为像我过去有一些朋友 他们当初也是到 他们不见得是史瓦地尼 可能马拉威 做一些 嗯 见习啊 或者说一些实习之类的 他们就说当地人 第一个就是文化语言的不同 这是一大问题 第二个就是 当地的疾病种类 其实跟台湾 常碰到的又差很多 所以他们到 到那个时候就蛮崩溃的 因为跟过去的经验 就没有什么用处 这样子 是呃 首先当然因为我自己走的 专科是感染科嘛 那对感染科医师来说 当然能够到不同的地方 去看看 不同的 我们有时候常会 会拿其他科开玩笑 啊你跑到非洲 你看到的 冠状动脉主宰 还是一样是冠状动脉主宰 嗯 就是我们拿喜欢 开其他科医生的玩笑 但是以跟安科来说 你到非洲 看到的疾病 一定是跟台湾 是截然不同了 那比如说在当地 很多的疟疾 那对对对 疟疾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从民国65年开始 我台湾的本土疟疾 就已经宣告消失了 嗯 那当然每年 还是会有二三十例的境外移入 不过基本上都是一些 零星个案 对 所以像疟疾 你在台湾 基本上 你很少的机会遇到 嗯 那其他的话 一些寄生虫方面的疾病 在台湾 台湾因为现在 几乎大家呼呼都已经有 有就是自来水了 所以你在说像以前 可能大家如果小时候在 在乡下 可能偶尔还会抽地下水 嗯 地下水可能你偶尔还是会看到 一些寄生虫的感染 对 但是在现在 几乎很少在有地下水的情况之下 台湾这种寄生虫的感染 也已经很少见了 嗯 所以这些东西 真的是到那边 才有办法看得到 哇 所以等于说 不管是寄生虫 或是瘧疾 你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可能接触过很多相关资讯 可是在临床 只有在书上看过 哇 突然之间转变成实战这样 每个人来看都是一些 你过去没看过的寄生虫啊 瘧疾等等 这样你会不会觉得 哇 压力其实蛮大的 这个其实到 因为当地的人跟这个疾病 他们共生也很久了 所以有时候大部分 说实在 我说实在 瘧疾大部分 还真的不会送到我们这里 他们在很多诊所就搞定了 因为他们 很多当地的诊所 一些轻症的瘧疾 他们自己就会搞定了 就是因为他们 跟这个疾病 也已经相处很久了 一定感冒 对 久病成良医嘛 你看久了 他们很多医生一看就知道 这要给什么药 或者是 他每次听到 小便里面有血 根本就是那种追行虫 一听就知道 他们就直接投药了 所以你说我真的有在 显微镜下看到的 有几次啦 但是没有大概就可能有三四次吧 大部分都是在送来我面前之前 就已经搞定了 那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些 比如说瘧疾啦 寄生虫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你都知道 大哈拉沙漠以南的几个非多国家 HIV的胜生率都相当高啦 对 如果你只听 当地比如说 我看到的是2018年的数字 年轻女性 就是说运龄的女性的代元率是两成到三成 你听到这个数字 两成到三成 你听到这个数字可能会觉得很恐怖 但是如果你再回到五年前的话 这数字可能是将近一半 那为什么价降那么快 最主要就是 在HIV这一块的话 是美国国务院 他们有特别有拨款预算 有一个AIDS的 就是AIDS AIDS Help 等于是国务院的专责的计划 协助他们建立 有点像我们在台湾的个管系统 就是针对每一个个案 有人去监督他们的投药 其实你可以想象 年轻女性一感染之后 最担心的就是 她一旦又在怀孕之后 很快就小朋友 她没有吃药的话 小朋友就变成 下一步就变艾滋宝宝 就是垂直感染这样 对对垂直感染 所以年轻女性 当然并不是说 她们不能怀孕 她们可以怀孕 但是她们就是要接受治疗 只要能够接受治疗的话 当然是可以生产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 整个代元率的下降 当然第一个跟积极的投药 然后阻断这种垂直感染 有很大的关系 我相信也许在过个五到十年 可能这个数字 可能会掉到更低 也许五%十% 希望 对希望可以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这么高的 那个HIV代元率的工作 环境工作 会不会 就是回到刚刚讲的 其实压力也是蛮大的 对不对 其实还好 我觉得HIV这个疾病 大家如果没有在update 这个知识 很多人对HIV的印象 可能都还听到 在所谓的世界黑死病 对对对 对 不过现在HIV在我们看来 其实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 它就是比个慢性病而已 对 基本上如果只要能够正常的服药 你的 它目前大部分的证据指出 它你可以享有跟一般人一样的 就是平均余命 就是说 你的寿命不会比别人短 只要你能够好好服药 把体内的病毒压下来 你就算要结婚 要生小孩 都是没有问题 对 因为现在的新药也很多 所以对于艾滋病患 或是代言者来说 其实只要稳定服药 他们体内可能病毒量也很低 是 他们几乎也没有什么传染力 对 所以其实这个病 其实在现在对我们刚才的科技师来讲 其实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而已 这早就不是什么黑死病 对 就只是说 它可能没办法根治 但是其实 就是一个慢性 基本上也不会再根治 所以就是差不多这样 只是它在污名化严重 到早至于现在大家会觉得很可怕而已 对啊 所以在当地这个疾病 你说为什么会这么高 我觉得 第一个因为当地是一个有百分之八成的人是基督徒 那大家如果知道基督徒 第一个 堕胎本来就是不允许的 所以年轻女性一旦怀孕之后 堕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再加上当地男性大部分也很少采取保护性的性行为 第一个 确实是没那么舒服 对 第二个 当然说实在的保险套也不便宜 对当地人来说可能也是一个负担 也是一个负担 而且就算女方怀孕的话 对大部分男生来说 他们也不像说 在东方社会 如果说女方怀孕的男生会需要 就是好像觉得需要必须去跟对方结婚 在当地很多妈妈怀孕了之后 他们一样彼此抚养小孩 一起抚养小孩 但是就是没有结婚 OK 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风气跟台湾相当不一样 把宗教社会风气对 对 这样说起来 你前面看的病患 你说瘧疾跟寄生虫 基本上在地区的诊所里面就可以处理掉 HIV的话 你这边看到的病患会很多吗 就是说你在那边看到的病患的主要求诊的原因 到底是哪些 大部分患者会送到我们这边 其实如果他只是单纯服药的话 大部分也都是在门诊就搞定了 很少会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会到我们这里来 大部分都是服药状况不理想 有一部分可能是他药物有一些副作用 可能像比如说有的人体型改变容易变胖 或者是有一些骨子输送 或者是一些胜毒性 反正就是其实这种新药产生副作用的比例 已经比旧药少很多 但是偶尔还是会看得到 所以基本上会到我们这边来的 大概都是就是有一些药物副作用 所以希望我们去帮他们做药物调整 所以都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帮他调药 OK 另外想问的就是说 因为你们医疗团进驻的是他们首都 Mabani的大医院这样子 那可是我不是很确定 因为毕竟在我的想象中 斯瓦丁尼他的城乡可能 这些医疗资源也本来就不是很均等 那你们进驻在最大的医院的话 这样就你们的医疗服务上 还是没办法扩及到斯瓦丁尼 真的比较医疗资源缺乏的偏向 对 首先这一块 斯瓦丁尼当地其实 真的来说我觉得社会上贫富差距很大 所以他们不是只有公立医院 他们也有很多豪华的私人医院 豪华私人医院 对 当地有钱人其实 其实是 对会蛮超乎你想象的 所以第一个他们除了公立医院之外 还有一些私人的医院 不能叫诊所 那真的是很豪华的医院 那当然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比较偏远的地区的话 就是我们六日会去做一些议诊 议诊这一块 大部分都是 比如说当地议员 他可能会有选民服务的需求 当地议员选民服务是 比如说找议诊团来 是当他政绩的一部分 这种感觉 其实在台湾也是有各种的选民服务 对 也是也是 只是我没想到就是当地的 怎么说 就是这个政治气氛也会影响到 医疗团的议诊 其实我们医疗团议诊 在对各个议员来说 都是蛮正面的选民服务 所以我们常常会受到各个选区的邀请 所以几乎周末六日吧 都在全国各地巡回 确实像上姐讲的 大家觉得说这个国家小归小 其实它也有半个台湾大 你说真的小吗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小 再加上当然它没有我们这么方便的大众运输 所以其实离开首都之后 大部分的地区是真的蛮偏远的 有时候我们常常从首都出发到各个 两三个钟头都算近的 有时候七八个钟头都有 像比如说在台湾地区 比如说我今天先看了一个病人 有时候我一次不敢给他开太久的药物 为什么 真的不是我们小气还是什么 大家不要想说 这医生这么小气 一次只给我一个礼拜的药 其实我们药物很多都有副作用 所以如果这个患者一开始没有吃过的话 我们大概一次不会开太久 所以我一开始我也是带着这样的习惯过去 然后后来就被我们的老教授 你知道他要走多久才能来到你们面前吗 然后只能拿一个礼拜药 太不可意思 一开始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了 因为在台湾大洞运输太方便 可能楼下就有诊所 然后可能三两步就有医院 所以对 但是在当地他可能真的 他这次要来到里面 他可能就要跟公司请假 对然后走两个小时来 可能要再走两个小时回去 对 真的是很难对很难想象 所以等于说整个那种看诊习惯 跟那种你在就是投药的时候 这整个感觉都不太一样了 可以考量到了这个文化背景太多了 对啊 所以我们到后来 有些像我们医疗团团长很多 他不只给他病人需要的药 有时候他啊你什么维他命啊 都给那些保健品全部都送给他 家庭常备药 反正你把它想成本来就是来做选民服务嘛 所以等于说是看一次病之后 什么家庭常被药全部都被骑 没错 那其实这样的话等于说 因为我听过一种说法 是 就是说因为国外的医疗团 在非洲的时候 因为服务太好了这样 就是等于说你们资源很多 然后你们有很多药品 然后你们人力很充足 那可是这个东西 如果说不能长久持续下去的话 会变成说当地人对于 自己本国的医师不是那么信任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其实就回到 我们刚刚讲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当地大部分的医师训练完之后 不肯留下来 那确实我们观察到 其实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大家都会有一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即使是一样在非洲国家 比如说在那里我们看到 像我会到一个工业区里面去注诊 他里面的医生护士 都是从桑比亚来的 然后我自己待的性病诊所呢 那个主任是从干国来的 哇所以假如是外国人 就是觉得特别厉害 对对他们觉得确实像 有时候台湾有时候也会觉得 啊这个医生去去国外进修过啦 或者是从哪里回来 一定比较厉害 我觉得可能当地也会有这种想法 那其实可能也是为什么当地的医学生 不容易留的 好像留在当地 确实是比较不容易受到重视吧 对出国之后反而在别的国家 变成外国医生 特别厉害 对所以包含像我们去过一些 我刚提过的那些私人的豪华医院 哇那边的医生我想 从桑比啊从博士拉娜啊 对南非 大部分都是国外来的 很少看到他们自己本地训练出来的医生 这很有趣 这是一个这个生态 其实蛮值得观察 对 好 只能说我觉得非洲当地各个国家之间的工作visa很自由啦 就是你刚果的医生要来斯瓦丁 你工作一点都没有困难 就是对签证什么的都 所以这个流动性很高也没什么门槛 没错 想出国就出国这样 其实想一想也蛮不错的 对啦要是 过你看我们台湾的医生 如果今天要到比如说国外工作也是可以 但是当然你第一个要在经过国家考试 然后要跟当地的卫生局报备 其实那个流程还蛮复杂的 不过在他们当地好像这一块就真的是蛮容易的 哇羡慕羡慕 哎不过说话这个 就是因为毕竟你当初一部分也是为了想出国 所以才去死亡地名 所以我想问说 那你在那边之后除了工作之外 总有别的事吧 对不对 应该不是专门去那边只想要工作而已吧 应该对 确实那时候我第一个想说 哎有了外交护照之后可能到其他国家比较方便 不过因为后来我去了不久之后 就是斯瓦地尼当地的疫情也慢慢 每天的确诊数字一直窜高 所以后来很多非洲国家就直接把我们列到红色名单 我那时候一直想直接 哎如果等比较没事的话就飞一趟英国去玩 结果英国一直把我们挂在 飞英国 我如果那时候人在台湾的话我还可以直接飞过去 对 是因为我在斯瓦地尼 斯瓦地尼是列在红色名单就是完全没有法入内 哇可憐啊 而且我想想 那时候 Omicron疫情刚起来的时候我印象很深 那是我第一天看到的新闻是在11月24号 那天我人正好就在南非 哇 而且这Omicron就是从南非爆出来了 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疫情中央 不过当然我没有带Omicron回来 对那么久以前也是 对 本来那时候想说 直接从南非比如说到坦桑尼亚啦 到甘果什么都很方便 不过 第一个也没有那么长的假期 而且从斯瓦地尼要办甘果跟坦桑尼亚的签证 因为疫情期间你其实都要请大使馆那边出示文件 会比较麻烦 所以可能还是要等疫情之后才比较容易吧 OK 所以这样的话 等于说你大部分的时间还是留在斯瓦地尼国内为主 中国大概就是主要就是南非啦 莫泽比克大概一东一西嘛 对大概就这两个 那你在斯瓦地尼的时候你整个十一住行 你生活起来感觉还习惯吗 你在那个之前你有去过非洲吗 没有 所以我想说你会不会有一些那种生活上不太习惯的地方 确实 应该说去当地 第一个让我意外的是天气吧 大家一想到非洲可能都是想到 很热这样 没错 对 其实好像这一集 这个天气部分好像我觉得去年又 去年好像有提过 对 其实斯瓦地尼的纬度还蛮高 我算过其实如果以北半球来算跟北京是差不多的 哇所以他算是气温蛮凉爽的 对而且他本身高度又六百 他海拔又在六百多 所以到冬天其实是可以到一度两度的 哦那比台湾还冷啊 没错 去的时候没有带什么防寒衣物 所以真的是 以为很热这样 对 被他们的冬天冷到了 那不过夏天其实还好 夏天虽然会有时候可以到35 36 不过那种干热是还蛮舒服的 对啊35 36 台湾一天到晚也是35 36 没有台湾主要还有湿 对对对 台湾的湿热是最受不了 这样说起来的话 斯瓦地尼的天气 好像比台湾还要适合人居 没有啦 但是我是蛮怕冷的人 对对 而且那边又不像我们这边有中央空调 你可以一整天开着暖气 我那边就是只有一个电暖炉 对 那这是在住的方面 吃的部分 那其实他们的饮食方面 其实就蛮西化啦 所以如果你常有自己在下厨的话 大概问题也不大 你不管是面包 意大利面什么的 反正那种大型的连锁商店都有啦 所以食材方面不困难 而且那边肉类相当便宜啦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吃肉的人的话 在那边一定会很快活 对 我这时候看 就是上一集的时候 我邀请那个来宾Ben 他就是在路边吃那种灰尘鸡 他就是整只鸡 那一集过厅 对那这个很狂 他不只是一只鸡它 各种不同的肉 全部丢到上面去烤 烤完之后全部都是你的 而且很便宜 对 其实真的还蛮好吃的 可是他那个整盘下去 看下去全部都肉色 对啦 如果你没有那么在意外表的话 那我自己的话比较常 就是直接到超商就 因为也怕麻烦嘛 所以常常就一锅牛肉炖个 炖个一锅就可以吃一个礼拜了 那这也蛮方便的 说到这个吃的部分 他们那边还是有一些中国人会就是 因为你知道 意大利那种东西 你每天吃你总是会腻的 所以你还是会想吃一些 亚洲料理 对 所以牛肉还是会去光顾一些中国人的店 中国人的店还是有 那其实我有点意外 我本来想说 那地方毕竟是台湾邦交国 所以在那边的中国人 会不会对我们比较有敌意 我后来发觉其实没有 毕竟他们在那边已经落地 生根本要多久了 他对这个事情应该也不会在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 大部分会到斯瓦丁尼当地的中国人 他们本身对中国政府就有点不满 所以才会离开中国 跑到海外这样 那比如说像我们遇到的两户 一户是卖我们一些杂货的 一户是帮我们剪头发的 对 两户好像都是基督徒吧 大家应该知道 基督教在中国 不是很欢迎 对 他当然没有像法人工那么夸张 不过也不是很受欢迎 对 所以他们两户 大概可能都是因为 自己的本身宗教因素 所以从中国外套出来 所以他们其实对我们台湾人 都还不错 哇那这样的话 听起来其实在那边过得蛮惬意的 我本来想说 哇见到中国人的店 他会不会对我们台湾人 应该不会吧 这毕竟是台湾邦交国 对啊 所以你在那边 基本上来说 不管是物质条件 或是说食物 饮食 起居 那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 其实没有耶 我说实在我在离开台湾之前 我很少自己下厨吧 就第一个 在台北实在也没有自己下厨的必要嘛 吃东西太方便了 对对对 你光自己去弄那些吃的 对 浪费的时间啊 然后一个人的食材也很难抓 对所以 真的我的厨艺真的是完全到那边才 十瓦帝尼启蒙你的厨艺这样 后来回来台湾之后 哇自己也弄出一点心得来了 想说原来日本料理还蛮简单的 可是这样的话 你在那边会有什么休闲娱乐吗 就是说你当然生活上没有什么问题 你煮饭那是OK 可是你总是会需要一些消遣 对不对 收到消遣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那个地方 那边的人还蛮喜欢赌博的吧 蛮喜欢赌博 赌博是平常日常消遣的一环是不是 我自己也是还好啦 因为因为我没有买车 但是像我们医药团里面 有医师他自己有买车 那有一个离巴巴那一段地方 叫如威尼的地方 它的距离大概就有点像淡水跟台北市的距离吧 反正就对可能二三十分钟车程 淡水有那么近吗 开车差不多吧 差不多如果没塞车对 常常大概就是一段二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 那那边有赌场 也有VILA 连电影院都有 哇 等于说是一个大型娱乐层的那种感觉 也没有 以当地来说算不错 对 如果你喜欢洗SPA的话 那边也有SPA可以洗 对 所以反正我觉得 如果你是喜欢这种 赌场 SPA Shopping 看电影 哇 真的是都有 所以我觉得到那边也不会太无聊 不过也还好 因为我在 就是在台湾地区 我大概 我也不会上赌场嘛 然后电影 基本上就看Netflix 所以也还好 基本上大概在当地的话 我喜欢六日的话到那个到郊区到山上 应该说爸爸你本身就位在一个一个山谷之间啦 对不对 所以四周有蛮多的蛮多地方可以爬 那他们国内大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是一个叫西北北的一块大的礁石 号称是 这好像去年有提到嘛 西北北 它是 世界第二大 对 好像是世界第二大的单体礁岩 对 所以 是啊 从我那地方走过去 再走回来 哇 一天走到快40公里 哇 一天走40公里 对 快 没有 真的蛮累 我就走过一次 因为我后来想想 算了还是买车好了 对 对 那你在那边整趟这个工作历程中 你会碰到什么危险啊 因为我不太确定 石宝定你的治安到底状况怎么样 这块其实去之前 我自己也有在网路上爬文 那比较常看到比较多的 反而是南非的相关新闻啊 大家如果去爬文的话 大家就知道 如果你单独一个亚洲人 去到南非 特别是特别 比如说像约翰尼斯堡 对不对 恶名昭彰 所以当然去之前 我会先做好准备 不过其实 石宝定你的治安 跟南非当地比起来 要算好蛮多啦 那特别考虑到 石宝定你的青年失业率 其实跟南非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像我 以2008年查到的数字 大概是将近三成到四成吧 这还是在疫情之前 你说2018年 对对 那还是疫情之前 所以你可以想象 疫情一来 青年人的失业率 肯定是更高啦 所以考虑到今天 你想你走在路上碰到两个人 可能就有一个人是没有工作的 对 这很恐怖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么高的失业率之下 我觉得他们的治安不算太差啦 大家将心比心 如果你今天走在台北街头 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没有工作的话 你基本上 大家还不太敢带钱包出门吗 对不敢上街这样子 没错 所以相对来说 斯瓦蒂你虽然失业率蛮高 但是你在当地并不觉得自然特别差的感觉 应该说如果你单看GDP的话 虽然他们的人均GDP好像只有3000多 但这个数字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他们在整个撒哈拉以南仅次于南非跟波扎那啦 所以你如果跟那些桑比亚啦 跟莫斯安比克那些国家比起来 他们经济状况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好 当然你不能用台湾人的眼光去看 对对对 不过这个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 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青年人 整体的生活条件 就是不管十一住行各方面 甚至你想要吃一些连锁 肯德基也是有啊 然后对对 所以我刚刚讲过 你想看首轮片 第一线的电影也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还算好了 当然自然确实没有台湾人这么好 在我去之前 确实发生过有歹徒就是侵入到我们的住所 后来还真的 直接冲进来 直接冲进来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疫情之前 那时候还有替代医的艺难 会来协助我们的一些医疗工作 被他吓死 没错 后来替代医难就真的直接申请 提早离开 提早结束服役 可以申请这个 看来心理阴影面积蛮大 好像他真的被歹徒给绑起来了 然后对 被绑起来 对对就是 我没有看到这实际的情况怎么样 我是听人家转述 不过应该是真的对他造成很深的心理 是我也想逃了 没有是还好啦 我想说180几公分的大个子 他真的要跟我打也不一定打得过 是啦只是他可能武器啊什么之类的 对啦 所以这样的话也算是很幸运啦 你在那边不管是各方面实际住行啊 或是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那其实整趟旅程来说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 你来说我觉得应该说 去之前吧 大家都会觉得说 对于像这么小的邦交国 到底对我们台湾能够在国际上有多少的帮助 其实有时候大家每次去看雅虎留言 大家说啊 凯子外交啊 对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第一个 我们跟史国当地的邦交其实相当久啦 从1968年 他们自己刚独立之后 然后包含现任国王就位之后 就其实维持了这么久的邦交 其实这当中对岸一直都有动作啦 所以其实可以维持这么久的邦交 我觉得确实是不容易啦 再加上他们国王是真的会在联合国大会上 就是真的会为台湾讲话 对 我觉得这块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啦 那再加上台湾确实在疫情早期的控制 确实也是在很多不只是非洲国家 包含英美国家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台湾的经验是可以接近的 对 我觉得这块我们在台湾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邦交 我觉得还是蛮不容易的我觉得就这一年回来吧 我自己还是觉得真的大家不要再想什么 凯子外交凯子外交 我觉得真的国际上的朋友有一个是一个啦 更何况对 史瓦丁尼是我们目前非洲仅存的一个邦交国 而且他跟我们的邦誼非常的久远 对我觉得这段不管你说是友情还是感情嘛 对其实是蛮不容易的 其实我觉得非常难得就是说 因为台湾在外交的处境上反而就比较困难一点 然后可是在医疗或是像我们常见的也是农业之类的 就是可以展现台湾软实力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台湾在这一块的外交上做了很多理 所以在台湾跟磁瓦丁尼的关系建立之中 其实等于说是互相有来有往 像北一医疗团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我觉得是一个对台湾来说建立起一个跟友邦巩固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这样 顺便可以帮我们医院小小打个广告 这应该也不算广告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医院需要把我调回来协助我们自己医院的事务 那所以呢 目前医疗团还有一个空缺的职务 如果您是本身有医师执照 然后有相关的医院 也想到我们的友邦去看看体验不同的生活的话 可以到北一的国际医疗部的网站 然后有相关的真材资讯 您可以去考虑看看 我觉得这个对 在台湾接受医学教育 然后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来说 其实是个蛮大的震撼教育 我相信特别年轻医生可能会蛮有兴趣的 当然特别如果疫情过去了 你真的还可以到处去玩 所以这个职缺算是填补你的空缺 没错 好 哇 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 就是从这个直接推荐给下一个 在这个位置真的不错 如果大家听完这一集觉得很有兴趣 想要去史华帝尼转转 想要看一下皇宫长什么样 或是在疫情过后 想要去周边国家顺便走走 其实我觉得我所有条件都有 只是没有医师执照 缺一个还好吧 只缺一个条件而已 搞不好还可以 没有啦 开玩笑 不过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医师比例有多高 但是如果听到这边你觉得很心动的话 可以到北医的医疗团的网页来看一下这个真才启示这样 好 那就感谢大家收听 也感谢陈立远医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在我们友邦第一手的这个经历这样 好 谢谢 好 感谢 拜拜 拜拜 耶